歡迎收看重要片語的解析與運用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重要片語的解析與運用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介紹一些重要的英文片語 包含它的解析與它的迷回運用 希望藉此來增強英文寫作以及英文作文的實力 當然也希望這個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好的我們看一下今天這個重要片語的解析與運用 第三集有哪幾個片語 我們看第一個叫on earth 那麼這個earth我們知道這個叫earth 就是我們講的地球了 那麼on earth呢 那麼就是in the world在世界上 那麼它是一個複齒片語在世界上 那比較重要的是它還有這兩個意思叫做 究竟怎麼樣或到底如何 這兩個是比較特殊的意思 要特殊的意思 好那到底怎麼使用呢 我們看一下這兩個例句 第一個 Mountain Everest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on earth 那麼這個Mountain Everest的這個山呢 是highest 最高級 是最高的Mountain 山呢 on earth在這個世界上 最高的山 叫做Mountain Everest 好這第一個在世界上 也就是in the world 好第二個 I can't I can't think where on earth I put my purse I can't think 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沒有辦法想起來 where on earth 究竟在哪裡 這個我們要翻譯 究竟在哪裡 就一直想想不起來 究竟放哪邊哪邊去 這怎麼找找不到 就這樣 I put my purse 這個我們經常有建議 有時候真的是 明明就放在這邊 就是找不到 有一次一疏忽呢 放到哪邊 找不到就會出現一個 究竟到底在哪裡 很心急的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會放一個 on earth I can't think where on earth I put my purse 到底放在哪裡 好我們看一下說明 非常重要 on earth 在世界上 與最高級 當然在世界上 這個整個地球 就變成最高級了 最高級使用 所以這個地方 通常會出現一個 最高級 highest 或tollist 等等 好 當究竟到底 那什麼時候會出 它的意思會翻成 這兩個意思呢 這些究竟 或到底 這個 這個類似的意思呢 那麼 用在疑問詞 這個疑問詞出現的時候 疑問詞 比如說哪些呢 像what where when how 就會出現這種 究竟的意思 你不能翻成 在世界上的哪個地方 那就 完全不搭 這個是究竟到底在哪裡 好 那麼以上兩種意義 皆可以用 in the world 也就是你這個 第二句 where on earth 也可以用 where in the world 也就是究竟到底在哪裡 的意思 究竟到底 那麼怎麼樣 也來代替 特別注意這個用法 也就是它還有 含有究竟到底的意思 好 那麼第二個 as usual 這個s通常叫做如同 usual 往常般的 如往常般的 就是 as is usual 那麼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意思 神略叫做as usual 變成一個片語的 複製片語 如平常 跟平常一模一樣 就是 如往日般的 這個習慣 那麼我們看一下 它怎麼使用 例如 第一個 you are late as usual 又遲到 跟以往一樣 一點都沒有變 就又遲到 you are late as usual 有點像是我們講的 again 再一次的意思 you are late as usual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要打一個逗號 也就是它可以放後面打逗號 但是也可以放前面打逗號 我們看第二個例句 As usual Tommy forgot to make his bed before he went out to play 好 就如往常般的 又跟以前一樣 Tommy呢 忘了 忘是忘記怎麼樣 to make his bed 什麼叫make his bed 就是 把床鋪好 整理一下他的床鋪 beef 就亂七八糟 然後就跑出去 before he went out to play 在他跑出去前 沒有先整理好他的床 沒有把它整理好 現在棉被 枕頭的 沒有把它放好 所以這個叫如往常般 所以這個有那種 就好像不好習慣一樣 這跟以前一樣 人家說什麼就是這樣 狗改不了怎麼樣 這個就是 人家在罵人的話 就是怎麼又跟以前一樣 一點都沒變 you are late as usual 或者是as usual 如何如何 但是這個地方有個說明 我們要特別注意 as usual 不等usually usually 因為usually之意 加一個兩個y 完全不一樣 為通常的意思 這個是如往常般 這個叫通常 通常如何如何 是一個頻率複詞 那麼這個我們聽經常 我們在國中都學過usually 所以我們經常說 she usually gets up at six in the morning 她通常早上是六點起床 這個時候我們說 she usually gets up at six in the morning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用usually 那麼這個是頻率複詞 一般動詞或一般動詞前 這個在國中文法經常提到 跟我們所謂的as usual 是完全different 不一樣的意思 這個地方特別說明一下 好 最後一個我們講到 little by little 像這些片語都我們要把它 平常把它背起來 可以運用在寫作 運用在翻譯 或者我們在閱讀看到的時候 也不至於confuse 搞混 非常重要 好 little by little 我們叫gradually 或者是by degrees 也可以叫stay by step 一步一步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 就stay by step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好 當複詞片 又是複詞片 剛剛這個複詞片 這個複詞片 這個複詞片 三個複詞片 好 逐漸 那麼通常複詞片的話 那麼經常可以放前 可以放後 我們看一下 那麼像是比如說 他的運用 little by little he perfected his weapons against the wild beast of the forest 好 little by little 逐步逐步的 一點一滴的 不過這個little by little 放在前面 我們通常沒有鬥號 那麼 she perfected perfected 本來perfect 這個字本來是什麼 形容詞叫完美的 非常的完善 非常完美 所以說 我們經常有一句話叫 practice made perfect 就是練習使得完美 那這個地方 perfect 這個當動詞 perfected perfected 就是改善的意思 或者使得 某一個東西變得更好 perfect 那麼改善他的weapon 那就是武器 為了怎麼樣 against 抵抗的wild 狂野的 beast 叫這個怪獸 那麼這個叫野獸 叫野獸 抵抗這個野獸 像猛虎 或者tiger 或者lion 等等 那麼這個 狂野的這個beast of the forest 森林中的野獸 森林中的野獸 那麼就是 against the wild beast of the forest 所以little by little he perfected his weapons against the wild beast of the forest 好 好 那麼改善 那麼就是一步一步的 stay little by little 逐步逐步的 gradually 好 第二個 我們把它看到 這個在第二個例句裡面 它是放在後面 我們看 their friendship grew into love little by little 那麼他們的這個 所謂友誼呢 grew into 逐漸變成了愛情 little by little 叫做日久生情 逐步逐步成為友誼 然後慢慢進入愛情 叫日久生情 所以我們說 their friendship grew into love little by little 好 那麼這個就是little by little的用法 最後我們看一下說明 還有一個重點 那麼區別 little by little 與 buy and buy 注意buy and buy 意思完全不同 buy and buy buy and buy 是不久之後 buy and buy 是不久之後 跟little by little 逐漸逐步的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buy and buy 有一個例句叫 he will come back buy and buy 那麼他不久之後呢 就回來 你不能說足不足不要回來 足不足要回來 很奇怪 所以說buy and buy 很快的 不久之後 那麼就有一點像 順 順 很快 不久之後 順 好 順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所提到的三個片 一個叫on earth 一個叫as usual 一個叫little by little 那三個片影 那麼希望呢 大家呢有空的時候 會把這些片影 守備起來 還有我們介紹的重要 這個智慧 那麼重要智慧 搭配重要片影 然後呢 再看看我們所提到的 有關文法的整個基礎架構 把它全部建立起來 那麼再運用在所謂的新聞呢 或者運用在這個寫作啦 就這個音檢啊 中級 初級的寫作 或者甚至運用在這個 所謂的 這個 音檢的 閱讀啦 等等寫作啦 等等各方面呢 我相信會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那麼當然也希望 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 是有幫助的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會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 下次 重要片尾的解析運用見面 謝謝